我的天哪 不知道男子怎么爬上去的 更不知道他会目中无佛 大解放 官方反应慢半拍 好不容易才把男子带下来 还是要处罚 决定要处罚的人 孙悟空大闹天宫都只敢在如来佛掌心撒尿 这位男子竟然踩上头顶 微博网友骂神一片 乐善大佛又名凌云大佛 通高71米 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弥勒佛座像 开造于唐代的乐善大佛 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1300多年来风吹日晒雨淋 不只面部出现黑斑 身体许多部位也出现裂痕 得靠一轮又一轮的修复 才能维持最佳状态 上一个冒犯佛祖的孙悟空 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 这次男子自顾自在大佛头顶撒野 会受到什么惩罚 还得等当局调查理清 下地新闻六角余报道 不不不不